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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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炸 高爆反坦克弹在击中物体 时会形成一种超热金属射流 这种射流能击穿大多数装甲 Array爆炸可以干扰这种射流的形成 阻止坦克金属装甲被大面积击穿 去政府T-90坦克在首次使用Array对付豪式导弹的冲突中 尽管T-90坦克的装甲出现了表面爆炸但没有被穿透 坦克内的成员还是放弃了坦克 叙利亚坦克兵甚至开始害怕激光制导导弹 有时候会试图在激光传感器警告他们一枚反坦克导弹来袭的时候 躲在建筑物后面 这通常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它意味着炫目照射器无法再瞄准激光光束 而这时候激光光束瞄准的是坦克侧面 那里没有Array 反坦克导弹会击中该部位并摧毁坦克 更糟的是新型陶石导弹拥有弓顶弹头 它射向坦克斜上方爆炸 穿透顶部同样缺少Array的叫包装甲 从而击穿炮塔 杀死内部成员 即使叛军们没有配备任何弓顶弹头的陶石导弹 叙利亚军队或至少他们的俄罗斯和叙利亚顾问在怀疑 他们可能面对反坦克导弹 尤其是陶石导弹时 也会更加谨慎的适应和形式 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 自2016年年底首次抵达叙利亚以来 六辆叙利亚T-90坦克已遭反坦克导弹摧毁 三辆被叛军缴获 其中两辆在叛军使用时被摧毁 一辆又被夺回 这凸显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军队共有的另一个问题 军队训练和指挥混乱 正因如此 叙利亚人现在避免在靠近敌人的地区使用T-90 所以T-90不太经常在战斗中出现 参考消息网资料图 续反对派武装人员 使用陶石法坦克导弹 订阅关注国防时报牌投兵 纵览军情 聚焦热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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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